委員我們先問一下就是說 這個猴瓣的發言人在臉書上說你講的頭是假高型 因為有八成的男人議長都是挺猴的 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國王的新衣很漂亮 色彩繽紛然後上面香濃的珍珠 大家都看到國王穿得非常棒的面穿 大家有看到全國人民都一致容帶猴瑜 委員所以您前一天講到說 其實很多人對郭董寄予厚望有改變嗎 我想佛辦想要聽到就是國王穿非常漂亮 全台的議長都全心一致支持佛市長 這是他們想聽到的嗎 那想問一下因為警府從最近的發言 好像都是平平打的自家小齊 會不會覺得他都沒有打明鏡 還是打自家的 其實我是這樣覺得 這些出來站出來的這個藍營的這個 不管你之前的鄭麗文啊 郭志強啊 我覺得幾件事情真的想要說 第一個就是金老師批評說 有些藍營的候選人在舒適圈 所以做出來這樣子是好像很不應該 他有沒有想過這些藍營的候選人在舒適圈 只要自己乖乖的坐在自己選區 就很容易比較容易當選了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的 還要苦口薄心的來勸說 中央一定要想辦法怎麼樣來做一個在野的整合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我們可以完全就護好自己的選舉就好了嘛 既然是在舒適圈 最好什麼話都不講 最好每天說一些國王心意很漂亮這樣的話 如果今天真的是憑我們國民黨一己之力可以下降民進黨 我們也非常希望這樣子 如果我們一己的力量 一黨的力量就可以這樣 問題是現在的民意真的是這樣展現嗎 真的是憑國民黨一己的力量就可以讓民進黨下架嗎 這些這幾個站出來講 哪一個當初不是被稱讚為是國民黨的戰將 哪一個人不是在跟民進黨對抗的時候 都是勇往直前的 我們是為什麼啊 我們當然就是希望下降民進黨 是不是 我們要下降民進黨這才是最高目標嘛 那如果憑自己力量沒有辦法 當然黨中央當初在說 國民黨在說那個三個階段的部分 那是不是要想辦法怎麼非力來做大整合 我想這個也符合大多數的民意 如果有人今天說了真話就必須被砍被殺 那如果我們被砍被殺 然後我國民黨可以因此而獲勝 我也可以因此而當成總統 我也願意上斷頭台 我也是這樣講 所以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要下降民進黨 大家還是在野政言 大家還是平心盡氣來想一想說 到底要怎樣做才可以達到這個最高目標 我想這些當初一路為國民黨衝在前面的人 你說鄭立文也好不夠認真嗎 我講不夠拚嗎 我當初在當國民黨團書議長說不夠努力嗎 我們真的就是想害自己的黨吧 我想他們還是想聽到是國王的心很漂亮 那他說不夠憲